2023年10月11日施詠青思觀點 有人覺得,樓價回落可以令更多人置業安居。 不是大家都喜民樂見的事情嗎? 為什麼還要切辣,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如果發生是經濟持續增長,市民收入不斷上升的時候, 而政府又有辦法透過土地供應增加, 令樓價有罪地回落的話,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不過,這不是香港現時的情況,若是當前情況下, 政府還不推出一些舒緩樓價不斷受壓的措施, 就有很大機會令香港出現資產貶值,信貸收縮, 甚至經濟衰退。 這個風險政府應該盡量避免。 香港有五成多一點的人持有自住物業。 樓價下跌對這批人來說,當然不會是好事。 而餘下的人之中,也有三成是公屋居民。 樓價下跌也不會為他們帶來什麼直接得益。 能真正因樓價下跌而可以置業的人。 不足香港人口的兩成,可見得益者相對不多。 通常,買家只會是樓價持續向好,偶然出現調整的時候。 先會積極入市。 若樓市已經拐點,樓價預期還會進一步下跌的時候。 市民即使有能力買樓,也會延後置業的時間。 等樓價恢復上升後才入市買樓。 此之所以,最近樓價雖然跌了不少。 但入市的人反而減少,急於要用的人。 亦有一部分寫賣轉租,令香港的租金竟益樓價下跌而上升。 結果他們不但享受不到樓價下跌的好處,還要捱貴租。 現實是買樓無法避免有投資成份,樓價下跌。 一定會壓抑港人的投資意欲。 結果,近期一二手市場的交投量都大減。 小業主套現困難,自然不敢貿貿然去換樓。 而發展雙眼見庫存上升,也不敢增持土地。 導致政府的賣地收入大減,財政出現赤字。 若情況沒法扭轉的話,便可能出現公務員要減薪。 基層要削減福利的情況。 再者,樓市低迷還會牽連一連串相關行業與建築業。 裝修業、建材業、家司業、家電業、銀行業、廣告業。 地產代理業、律師業、測量業等。 很多人可能收入減少,甚或弄致失業。 由此可見,若樓市真地步入蕭條期。 社會上將會是受害人多,得益人少。 政府若是危機意識不足。 不是樓市還有得救的時候出手扶持,一旦跌勢形成。 那便可能欲救無從,或成效不張。 連累政府亦會被市民怪責。 香港已習慣了高地價環境。 社會若是有心想改變這種環境,必須事前做好準備工作。 這包括調整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改變金融操作的準則。 以及市民儲存財富的習慣等。 否則,香港便會一再出現,看他,政府,出辣招。 看他壓樓價,看他快成功,卻掉頭再托時。 真是這頭趕鬼出,哪頭趕鬼入。 白白亡了一片又一片,結果還是打回原形。 本視頻由施詠青先生授權製作。 歡迎轉發及訂閱半重水頻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